請教學 阿公流下去 這也在阿公流下去 這就是在桑巴班裡面嗎 對 桑巴班有 阿公 妳不是用病嗎 字畫書法 有千龍爺的碗 這講是什麼 阿公講這是什麼 千龍爺的嗎 在講在好原語 這也千龍爺嗎 對 講他在把碗 我拿來手在那裡把碗 就是一些把碗的小物件 對 看起來好像剛好放在手上 這樣把碗剛剛好 不過滿大隻的 而且把碗劍有時候是比較小 這個又重又大 摸到最後它有點熱熱的 因為妳會有手溫 這樣 所以滿溫潤的感覺 滿油油的這樣 對 這就說 說千龍在玩的 對啊 拿手在那裡玩 很棒 很重 為了它我還做了一個盒子 又做了一個盒子 底下也刻一個元寶 然後前面用幾根的 金色的蘿蔔給它啃 對啊 所以它開金色的蘿蔔 它還特別為它做金色的蘿蔔 對啊 對啊 這樣子看起來 人家別人的兔子是吃紅蘿蔔 他們家兔子是吃金蘿蔔 你就知道多尊貴 對啊 但這個有點裂開 對 食文都會裂 裂它有吃一些東西進去 這表示這件也有一點點年代 有年紀了 有年紀了 不錯的 可能也是老東西 而且從那個雕工來看 我覺得它滿老的 對 還不錯 應該不像機器科的 對 蠻手工的感覺 蠻手工的 有機會 阿公 寶比姐 請見價 20萬 不錯 因為這一件是和田白玉 也是蠻大塊 現在和田玉蠻貴的 大家對和田玉親有獨鍾 那這一件很大塊 之外它還是有點年代的 我們可以看它的一些雕工 還是以前的老雕 大概是清代的東西 所以這件不錯的 那我如果繼續放這個如意 這個會不會增值 這個會增值 這個會增值 因為東西越來越少 像這麼大的和田白玉的玉件 是很少的 越來越少 現在和田 因為和田玉出來都是小小的 一塊一塊小小的 像這麼大的很少 很少 從河裡面撿的那些和田玉 都是小小的 我會增值得到